大黄蜂从美国航母出击红海 以色列期限作战 中共海军司令悄悄换人 晋升呈现四大异常 大陆医护人员不满欠薪 集体站在高楼边讨薪 疑似收受中共资金 赞比亚外长火速下台 中共海外宣传海军护航 遭老外集体嘲讽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新网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三 在广告时间里 我们来分享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 有一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 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心安 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的理论 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 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 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 提供身体自愈所需的必要原料 全方位的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 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 台湾亚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之症多年 但是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四个月之后 症状明显地改善了 精神状态也变好了 三高代谢宝为您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 众多见证者反映 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 还是慢性的发炎 使用之后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想了解更多的详情请关注健康520的官方网站 好的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小细内容 12月26号 野门叛军胡塞武装在10个小时之内 动用了12架单向攻击无人机 三枚反舰弹道导弹和两枚陆基巡航导弹 袭击航行在红海的商业船只 迫使美国在红海发动大力空中击杀 同时以色列对七大敌人发出警告 以军行动恐扩及中东地区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 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飞弹驱逐舰 和艾森豪贝尔号航母上启动的多架舰载战机 FA-18超级大黄蜂 26日联手击落了十几架自杀无人机和反舰导弹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 超级大黄蜂在红海击杀敌方目标是新进展 这是FA-18EF继2017年在叙利亚上空击落苏-22以来 在相关区域成功进行第二次空中击杀 未来可能有更多类似的行动 声明还说 胡塞前后持续10个小时的攻击 没有能够造成船只的损坏 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尽管以色列空军一直以来不断地击落胡塞无人机 经常击落野门无人机的沙特阿拉伯也参与了行动 但是美国战机参与行动这是第一次 除了超级大黄蜂战机之外 属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的阿利伯克级神盾驱逐舰 布拉恩号也参与了这次拦截行动 自从上周以来该打击群就从亚丁湾执行任务 由于艾森豪威尔号目前正在与红海有曼德海峡相隔的亚丁湾 因此超级大黄蜂出击并不那么令人意外 事实上大黄蜂战机装备了局势最成熟的ANA-79主动电子扫描阵电雷达 用来对付无人机和巡异导弹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胡塞武装头目尤苏夫曾威胁 只要加沙地区局势升高 红海局势就会相应的升高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说 虽然我们不寻求此地区冲突升级 但是我们决心而且充分的准备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 这是必要且相称的回应 而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26号表示 以军正在打一场多战线战争 受到来自七个战区的攻击 他警告包括加沙 黎巴嫩 叙利亚 约旦河西安 伊拉克 也门 伊朗等七大敌人 不要对付以色列否则将会成为潜在的目标 英国媒体形容此番话暗示以军行动恐扩及中东地区 格朗特26号在以色列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以军已经对当中六个地区做出了反击 并且对所有敌人寄出警告 我在这里明确地表示 任何对我们采取行动的人都是潜在的目标 没有人能够倖免 他预告 在加沙的作战将是一场漫长艰难的战争 坦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是也有最高的正当性 他称 以色列正遭受残暴攻击 以阻止以色列人继续在当地定居 英国《卫报》评论 格朗特此番话暗示军事行动恐扩及整个中东 以色列国防军周二夜间 袭击了加沙南部100多个哈马斯的目标 包括哈马斯发射火箭弹的基础设施 为扩大加沙南部的地面行动做准备 铁穹防空系统在南部沿海城市和加沙边境城市上空 拦截了多枚弹头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勒维26日表示 以军正扩大在加沙南北的行动规模 要彻底的瓦解恐怖组织 没有捷径 只有靠顽强坚决的战斗 以色列总理利塔尼亚胡重申 如果没有军事压力 我们将无法释放所有被绑架的人质 我们不会停止战斗 直到胜利为止 另外 以色列继续批评联合国的立场 长期以来偏袒哈马斯 是哈马斯的共犯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27日宣布 以色列以后不再向联合国工作人员自动发放签证 政府将视情况处理每个签证申请 政府发言人李维在记者会上表示 长期以来 国际官员一直都在怪罪以色列 以掩盖他们在掩护哈马斯的真相 他批评联合国的所作所为 已经让世界各国大失所望 以色列将以身作则 要求联合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在中共军队新一轮的大清洗当中 大批高级将领出世或者失踪 日前 中共悄无声息地晋升了两名上将 中共南部战区政委王文权 海军司令胡忠明 被晋升为上将 这时当局一年四度晋升上将 有分析指出 此次晋升上将至少出现了多个异常现象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中共党魁习近平向王文权 胡忠明颁发了命令状 两个人都是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 中共军委联勤保障部队前政委王文权升任南部战区政委 显示 65岁的陆军上将王健武不再担任南部战区政委 而海军前参谋长胡忠明晋升海军司令 说明海军上将董军不再担任海军司令员 今年以来 中共军委四次举行了上将进贤仪式 陆美称 这是自1988年以来晋升上将次数最多的一年 创35年以来次数最多记录 而62岁的董军是中共中央委员 担任海军司令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官方还没有公布其新的职务 未来动向引发关注 时事评论员杨威26日在大纪元撰文分析 此次晋升浮现了极大异常 第一 是海军司令为何要换人 董军是20届中央委员 此次卸任海军司令 不知是准备高升还是出了问题 杨威认为 董军也有可能填补李尚福的军委委员的空缺 那就是等于升迁了 第二 中共军委委员的缺位谜团 杨威表示 对外界来说 中共军委内部的变化仍然是迷雾一团 显示军队整肃很有可能仍然没有结束 谁可能上 谁可能下 还没有定论 第三 是习近平今年破纪录的四次晋升上将 目的是不是宣誓军权 12月21日到22日 中共政治局举行所谓的民主生活会 再次人人过关 表态忠于习近平 杨威表示 安排上将授贤应该是有关联的动作 需要再向党内宣誓军权 因其主政之下 中共陷入了内忧外患 国际上日益孤立 国内经济萧条 党内高层人士剧烈的动荡 动摇了习近平的权威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曾表示 习近平整个已经乱套了 没有章法了 整个军事职业官员有能力的不信任 他信任的人没有什么能力 所以现在是无人可用 12月26日 四川巡宁市多名医护人员为了讨薪 要集体跳楼的视频在网络热传 尽管涉事医院否认欠工资 还称这些医护只是蹲在窗户边 但是网友已经不买账了 这段大陆网络上传出的视频显示 四川巡宁市中医院 步行街医院四楼 有十多名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坐在医院大楼四楼的窗台边 用跳楼的方式来讨薪 现场不少的民众在围观 视频当中 一名男子说 看嘛 这些医生准备跳楼 消防车都来了 画面显示 有消防人员在医院楼下地面铺设救生店 医护人员讨薪 要集体跳楼的视频引发了关注 纵览新闻报道说 涉事医院办公室工作人员 否认有医护人员集体跳楼和拖欠工资的说法 但是 对于医护人员 集体坐在窗台上 却给不出其他的理由 虽宁市卫健委工作人员 同样否认有人跳楼 但是承认是因为工资的问题 称他们分管科室已经去处理了 卫健委也去了 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说 没有签工资 那么多人上窗台干嘛 过年擦玻璃啊 有没有欠薪半年 没有正面回应 就是真的 他们难道在玩游戏吗 没事闲的 还是吃饱了撑的 这并不是因为薪资罢工的第一家医院 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吧 还有网友透露 不开玩笑 我医院拖了四个月的工资 基层医院 也有人说 听说现在医护人员工资都好低 我朋友一千多一个月 还七八天的夜班 说要改行了 疫情爆发三年以来 中国经济急剧下滑 财政出现了危机 公务员 医护人员 教师等行业都出现了降薪潮 医护人员维权事件也频频被曝光 21世纪经济导报 9月26日报道 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们反映 8月份工资大幅缩水 绩效奖金和夜班费降幅达到了50% 今年的6月份 河南 广西等地都传出医生降薪的消息 中国医生论坛丁湘员就减薪事宜发起非实名投票 有3563名医护参与 超过64%的医护表示 所有医院已经开始减薪 华东一名甲等医院重症监护室主治王医师表示 现在的收入比2019年更低 每个月几百块钱几百块钱的往下降 医院里弥漫着焦虑的情绪 非洲东南部内陆国家赞比亚的外长卡库博 日前疑似收收中国矿业商人资金 而且疑似他本人连数钞票的影片流出 引起了舆论的哗然 不得不在26号递交辞职信 并且已经获得了总统的批准 虽然包括资金合法性与许多情形仍然带厘清 但是此事凸显出中共商界与非洲政治人物之间 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 南华早报报道 一段涉及赞比亚外长卡库博 收受中国矿业商人提供的资金 并且当场点数大笔现金的影片 近日在社群平台流传 媒体还获得疑似是卡库博与一名中国人之间 针对矿业经营有关款项的收据与协议 一张日期为2022年7月8号的签名字句照片 被公布在网络上 显示卡库博与一名张姓的中国商人之间 疑似有矿业经营的金钱往来 字句上点名一家中国矿业公司与赞比亚一家矿业公司 并且表示他们交换了10万美元 虽然收据上在由卡库博与张姓商人的名字 但是报道表示目前包括该字句以及影片都没有办法立即证明实名真伪 不过卡库博已经火速的请辞 并且获得了赞比亚总统西齐莱马的批准 卡库博随后发声明指责 其私人家族事业与伙伴的商业行为遭到了外界恶意控诉 他辞职是为了避免政府推动改革的努力失交 据中共驻赞比亚使馆资讯 在2022年有超过600家中资企业在当地投资 规模超过了30亿美元 主要集中在矿业 中国也是赞比亚铜矿的主要出口地 此外赞比亚由于因应新冠肺炎疫情而倒债之后 身为最大债权国的中共 也在其债务重组过程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卡库博一案虽然仍然有许多细节有待厘清 但是也凸显了中共商界 中共资金与当地政治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12月25日 在海外社交媒体X上宣传 中共海军护航队被西方网民集体打脸 《环球时报》在X平台上为一段中共海军视频宣传说 这是中国解放军海军护航队 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 请通过甚高频16频道联系 《环球时报》宣传称 过去15年中共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 透过16频道发出了1600多次呼叫 护航舰艇7200余艘次 时刻准备使命 没想到西方网民立刻为这段宣传视频 增加了一则社群附带注释 揭露在今年的11月底 三艘中共海军舰艇在亚丁湾附近执行反海盗任务 却对一艘正在 遭捷的商船求救信号不闻不问 最后还是美国和日本做出了回应 在《环球时报》账号下面 很多西方网民讽刺到 中共宣传被这条附带注释破功了 光鲜亮丽的宣传片比实际行动容易得多 他们是纸老虎 中共海军那叫观光旅游 西人网民指的是11月底 一艘悬挂着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中央公园号 遭到了索马里海盗的袭击 后来又被野门胡塞叛军当作目标发射导弹 该船在亚丁湾对外发出求救信号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准将帕特里克·赖德证实 当时亚丁湾至少有三艘中共海军舰艇 但是这些船只都没有做出回应 赖德说 据称这些中方船只是作为反海盗任务被派遣来的 根据国际海事规范和法律 如果有一艘船发出求救信号 那么附近的所有船只都必须起来提供帮助和支持 最后是美国和日本对船只实以援手 新加坡国际拉尔勒南学院海事安全专家科赫 抨击中共海军的不作为 他说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北京一再声称 他要履行的所谓大国责任 以及希望为了公共利益 在国际安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听起来就毫无意义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